蘇妍誠 議員 繼續開會 接著請下一位議員質詢 蘇妍誠議員質詢15分鐘 謝謝康議長 市長 各位去出關 大家好 minds 我們就算知道 這位崇尚一路地 崇尚一路地 政府的經濟變橋一座 以利過比利於南城里 兩岸的民眾通行 缺乏而產生的交通事故 當然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說在他們 這個崇尚一路的 還要過南城里 要騎駕駕駛駛,花期的玉米。 放一個煲的,駛駛駛駛駛, 推薦,按摩一斤, 想騎店,秘密。 這些都是瓶頸對不對 真正是複雜的 要去巴巴也有 要留下來也有 所以在這個政策 你如果騎機車 在過日 你要過南城裡 你就繞一繞 只騎一繞一繞 當然在過日 那是漏的最新房地 那是新的社區 房子去不少 所以如果有需要一個變橋 看來要用 車可以通過 不然也要用機車可以通過 來舒緩的交通 車在發生很多 都在那帶轉 人家真的知道 做生的行的不方便 所以可以建議 就是來做一個變橋 來給 市民 這兩里面 對不對 可以這個行的方便 減少車禍的發生 可以做一個處理 就是 我們這個 過日裡 有兩處的公園 預定公園要開票 我還記得 我們 這個我常常說的 合併以前 就是說我們的公園開票率 沒有到百分之四十 現在開票率 當然要到百分之九十 八九十 那 以前的公園 他的公園都沒有三成公園 所以我 在家的總質詢 也好 工作包括也好 我一直在找這個問題 我也很 待會兒說 我們的公務局 把公園整理到那裡漂亮 因為公園在都市裡面 是一個市 所以公園也漂亮 像我們五家 五家五公園 這個公園開票 對不對 還去一個 社區活動中心 全門的 來做特地利用 利用 可以提供 我們利益 困難利益聯合一個 利活動中心 對不對 我還記得 開幕的那天 那些人都放不進去 他看五公園 我的公園 我們市長也有錢 對不對 真的放不出來 看我們的 我們這個公園的市民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所以 經濟開票率 國務的開票率 比較透視化 在這邊的地方 我相信 先進的國家 都就是 這種開發的方式 可以提升到 國外的形容 提升民眾的 市民的 生活基準品質的提升 所以也感謝 我們的公務局 好像趙建橋 局長 好像做處長 所以 我們在那裡 開票之後 有夠多 當然 這兩個公園 也是希望 對不對 因為既然 那些公園 要開票 也希望 可以再接駕魚 可以進來公園 做一個開票 因為我去這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公園 在開票的時候 市長也有 市長也有市 有市長也有市長 有市長 叫我們前 趙局長 須過 當中 六七是說這個公園是改善 但是三個月後 很煩人一新 真的人覺得 真的不適合 所以就是說 運動 一般 這兩個公園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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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尤其 你如果要炒菜 整個都堆積在這裡 就像樓梯要怎麼走 這真的啦 我感覺市長 你總是這個國王的開票 國王的美觀很重視 我知道 但是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新社區店當然家也去很多 目前還存在這個問題 我現在看到我們做一個改善的 這間我們的郭范州招務局長 你來回答一下 請回答 謝謝議長 感謝議員 議員在說的我們頂樓一路 要施設變喬這個事情 其實議員你也知道 因為我們風山駕 如果比較大的樓要經過風山駕 其實我們的經營都做好了 我想議員你也很清楚 但是你如果想說我們回想的時候 你說以每個巷道 這個行動不管你是八米還是十米 大家都要做一個牛肉過 我想在我們的經濟上 說在我們的交通上 我想說要再研究一下 我先說 議員我們來騰地 議員 我要講 你今天這個鳳頂路 是個瓶頸 我們說這個鳳頂路是個瓶頸 瓶頸你如果是這瓶頸 是過不了這瓶頸 跟旁邊這瓶頸 又繞過南省里的 你只騎我剛才一二十分 然後再經過鳳頂路 鳳頂路的 帶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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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帶轉區 路後人家看 爸爸的腳 經過爸爸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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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那邊過 所以你再這瓶頸 過這瓶頸 甚至一二十分 當然你如果看 你如果在鳳頂這瓶頸 帶人去那瓶頸 當然變造很多 你就帶人過龍山市 過了那瓶頸 瓶頸那瓶頸 前方廟的瓶頸 瓶頸那瓶頸 一個很密集 但是那些瓶頸過都沒有 所以 本是建議 虛頸是在科路販賣 你如果沒有 這瓶頸可以過就好 如果經過這麼衷 有勞車的經過 我們就透過車 車可以過這樣 這瓶頸 如果我們找時間 我有肥皂過了 我們再看看 這個國王的問題 對不對 我在 我正在強調就對了 就是說我們的國王開票了 真是漂亮 透視化 我每一輩都在說這個問題 國王是 豆腐裡面的魚 米粒多漂亮 說那些很像 品質到水準 水準的提升 我們說八 但是目前的魚氣 真是國王的 我都不敢 我都把他瓶頸 不敢閒 但是他剛才在中間 我們就看到了 對不對 其實 以前所做的 我們說七十兩 對不對 那裡拖就好 我是建議說 伊翔蓋 快速度 可以在開發 因為他玩家的森林公園嘛 森林公園才是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才是森林公園 結果呢 森林公園才是森林公園 結果在那裡出移立 結果爭取一個 很好的床床 很大的床床 很大床床 蛤 蛤 那不可以我 好 沒關係 剛才議員說養生公園的部分 我們剛才看到這照片圖 開始說實在的路面不好 但是這有原因 你知道我們經過尼泊特 這個我剛才說 鳳台的經過鳳台 是市里的兵人 我們殘枝跟段木的堆滋場 當然我們的森林公園 一定會告派 這我們會來處理 當然那個議員你看到這裡 我們養生公園裡面 有堆滋場 你看那些森林公園 整個固執都乾了 我們這個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 我們會把這裡全部清完 如果說那一部分 又要完全來開票 其實現實是 我們香港住 我們在西餅那邊 那很多人 減用台東的土地家的 佔用戶 其實這裡我們和民政局 我們和台塘 都一定把地質的策略 那條線 就是我們要聽到 那條線都切出來了 現在我們就在辦保障了 所以說 我們等到我們說 那條線 我們辦保障一後 把這個保障完成一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 認定說我們這個公園 我們當時要來開票 這個騎乘就可以馬上 認定出來 好 我本身的建議對不對 那個市民是 激破的期待 我們說這個 我們是經過的 學院後 經過的 是沒有六個檔案 對不對 他們如果激破的期待 對不對 早一點開發 這個農民的還要去市場 對不對 經濟上的 可後面要稍微 讓你請坐 我們第一 跟這個 美濟臺風 重創本省這個農業 對不對 當然 就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這個財海的 財孫的部分 對不對 我們是怎麼來做 一個情緒 給農民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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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就是我們消防大陸的 這個東西 大陸的打壓 對不對 對 以靜置的手環來操作 用經濟的 差不多要來打擊 我們台灣 對不對 所以我看 大家 很清楚 但是我們農業局 對不對 在這部分 不知道有什麼 更好的方式 方法應應 我們請農業局 答應一下 請農業局 回答 好 謝謝議長 多謝蘇議員 在這裡跟蘇原報告 其實我們 正常的地方 這個 經過這兩個方法 我們跟我們 這個 財孫的救助金 跟我們 發放到我們的 農民手上 第二個 在復庚方面 我非常感謝 市長第一時間 農業翻臉 那麼在補助方面 我們可以跟蘇議員報告 雖然在某些方面 不能調整 但是在復庚方面 包括我們現在 那個 往事 本來有三元錢 提供到二元錢 就是說 一公圈最重要 我們補助到五百五十萬 那麼 新的種苗 災培 我們 災植 我們的新的種苗 一公圈可以五萬 那麼 我們的肥料 一公圈可以到九千塊 另外蘇議員說 咦 我們的農產民 我們 去大陸 大陸在我們 河安地 有一些 基本的情形 我們要怎麼 創作 我們另外一個技術 跟蘇議員報告 其實在三年前 我們在加拿大 中東 還有 東協市場以外 我們要來創作 我們在中東市場 目前 這個業績 是慢慢在成長的 那麼我們看到 接受度 也慢慢在成長 那我相信 我們不排除去大陸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 其他國家我們不能去 所以說 對這點 我真有信心 本席 對你 我們以前高雄館 對不對 你對 拓展農產民外銷 對不對 很有成就 都原 海邊的對不對 這方面 對不對 本席的建議 是說 如果像我們台中 跟我們一聲 撒 說我們要抖 他真的感受到 是不是 所以我也是 贊重到 你 每個國家 我們都要去打 分散的 我們就放得不到 如果沒有分散的 不惜 就在那裡 人家要幫你買 不幫你買 整個像酒瓣 整個都放不放 對不對 他沒有要 我們其實還有惡語 我現在自己處理 他們的粉 配種 農班 酒瓣 跟整個都配種了 現在 技術的惡語 現在變成說 他們都自己用 這也對我們來說 也像大家說 一斤賣到四五十塊 現在存不二十塊 對不對 那很可憐 一定不夠身分 所以 本席的建議 說 技能不能放幾人 就是你一管的做法 我們是很認同 一管做法 都拓販更多的國家 我們就分散 我們台灣農產品 真的好 對不對 經過改動 經過公民 對不對 所以 包括台北的朋友 也要給我們的技術 就是一些 貼油 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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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觀光市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工法理事 台北現在就是紅色 我看媒體大家都看到 對不對 北館市 那些 那些 館市長 找到台北的朋友 那些 現在他們的館公 就是說 都要對 他們 北館市 對不對 來做處理 甚至來跟高雄市 要拜公 他們的 東部的 如果在我們 高雄市 在我們市場這邊 市場這邊都超過人過 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 我們這個 觀光局的地方 在這方面的地方 也會幫他陰陰有沒有 請讓局長答揮一下 請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蘇議員 那我在這裡跟議員 報告幾個數字 就是說 今年1月到6月 陸客的部分 來到高雄 住宿的人數是 105萬6千人次 那 跟去年同期相比 去年是123萬1千人次 那跟同期相比 當然是有下降的狀況 大概減少了17萬5千人次 那下降的這樣的比率是14% 那當然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一直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依賴單一國家的客源 我們希望能夠拓展更多其他國家的客源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努力的部分 包括我們很多配合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那我們也去參加了很多東南亞的這樣的一個旅展 或者是行銷的推介會 那包括我們在地 很多我們的旅遊景點的部分 我們也是在這個推介會的部分 來做一個行銷 那把議員報告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當然 我們現在飯店的部分 當然也有多少少一些影響 但是這個部分 我想 未來我們大家整個市場的整理 讓它能夠更健全 那我們也希望對整點有 景點有很多價值的這樣的一個建設 吸引更多不同的國家的觀光客 來到我們高雄 對 謝謝 好 謝謝蘇妍成議員 接著請李梅貞議員質詢15分鐘 謝謝主席還有市長 市府團隊 大家午安 那其實在市長的施政報告裡面 都有提的第二大項中有提到說 當前的施政重點 第一個就是強化水利建設 那這幾個月來大家都被颱風也都嚇到了 所以就針對這個問題來跟市府團隊探討 那提升土地效能打造整體的治水功效 近幾年來都是市府團隊的重點 可是這幾年來真的大家只要聽到颱風要來 住在市區的人已經不是山區 或者是住在郊區的人在緊張 住在市區的人也非常的緊張說 我們又颱風來了 是不是下雨又會淹水了 那其實本席說的也不是沒有根據 大家看到今年的9月2號 大家看到高雄市區 包括古山 山明 新興 林雅 前鎮 還有岩城這一些 因為幾個路段排水來不及 面積水深到30到50公分 那其實市府有接受到統計 市區的道路通報大概53件 尤其山明區 林雅區 岩城區較為嚴重 那這個也是市民集中非常多的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在8月19號 高雄市下午也是有暴雨 那也包括中山路的勞工公園 新潔江 保胎路都淹成這樣這麼高的時間 的深度 那正逢那個下班的時間 也造成非常大的塞車 那大家要看到 還有7月11號的上午10點20 燕巢區過去一個小時的雨量高達61毫米 所以說高雄市的阿聯區 還有那個燕巢 國小這些 屏東縣的洛林鄉 這些都是 水都淹得非常的高 那水利署也把燕巢區跟阿聯區 岡山區列為那個淹水一級的警戒區 那天寮區也列為第二警戒 那大家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縣市合併以後 不管市區 山區 郊區 都是變成說 我們一下雨就淹得那麼嚴重 那一直以來我們高雄是海洋之都 海洋的首都現在有點變成像淹水之都 那其實市長那個防洪的部分 當然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完成了 那其實在施政報告裡面 我有看到每年都把防洪防水 當成第一藥物 可是這六年來 還是大家一下雨大家就會緊張 那其實我也不能否定我們市府團隊的努力 可是縣市合併以後 針對各區的那個排水系統都有積極在處理 可是民眾現在看到我們只要有一下雨 會非常的緊張 所以說一直以來這幾年來講的話 那今年又是非常大的聲音現象 所以造成民眾的恐慌 那因為今天早上大家都可能有一點保持緊張的那個心情 所以現在我們就用輕鬆一點的心情 來有一個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1985年的時候 人們發現龍基大學有個350年的歷史的大禮堂出現的嚴重的問題 那當時候施工人員檢查 大禮堂是裡面有20根的那個衡量已經風化腐朽了 那需要立即更換 但是每一根衡量都是由巨大的項目來做成的 那為了保持這個大禮堂350年來的歷史風貌 就只能用項目來那個更換 可是在1985年那個年代 要找到20顆的那個巨大項目很不容易 所以說就找了一個 就算有找到一個也要花了 將近花25萬美元 那所以說那當時的大學呢一抽莫展 可是這時候就有人來報告說 350年前大禮堂的建築師 早就考慮到會面臨這樣的困境 所以說就請原藝工人在學校的土地上 種植了一大批的橡樹 所以說每一顆橡樹現在的尺寸都是衡量的需要 那這個故事呢讓人家非常的肃然起敬 一個建築師在350年前就已經有這樣的用心跟遠見 那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形容詞來 形容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這個建築師的墓園早就已經荒蕪 可是建築師的責任卻還沒有結束 那其實我想的就是可持續支援 長久環境這一些都是顯得太弱 那唯一的力量的持續就叫做責任 所以我相信市府團隊有這樣子的責任 有這樣子的心態來建設我們高雄 那大家都知道要改革要建設 可是我們如果有這樣子的心情來看 大家現在坐在我們的主席台的旁邊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責任的心 不管哪一個局長哪一個首長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用這樣子的心情 來面對我們對高雄市的責任 那其實市政報告裡面洋洋沙沙講了許多建設 那其實我剛剛講了我們大家都也認同市府團隊的努力 那但是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做防範跟重視 那今年剛剛講到就是非常多的颱風 那我們就看到到底颱風消耗了我們高雄市多少的資源 那這個是那個災害應變中心農委會提供的資料 大家有看到梅基颱風、莫蘭蒂颱風還有尼伯特颱風 這三個颱風 今年這三個颱風就快把我們的資源用掉了很多 那其實從千萬到四億多 這我不知道說今年到底高雄市的救災那個預算用了多少 那有用到我們的第二預備金嗎 那農委會統計103年到105年這樣的中大傷害 那大家有看到不僅是龍林漁木業的損失 就是學校的災情也非常的慘重 那其實光倒掉的路數就有兩萬一千四百七十一顆 那當然也被民眾發現說有一些包尿布 所以說懷疑那個政府的人驗收不利 那其實這樣子又要重新再來 我們到底還要再花多少經費 那剛剛講提到的大家都重視教育 可是現在每一次只要提到教育 教育又說沒錢 那現在學校的災情又這麼慘重 我們市府團隊是怎麼樣來應付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在這邊請教市長也跟高雄市民來報告 這三個颱風對高雄市的路數跟災情復原的進度 還有說剛剛講的那些水災防範的這一些部分 那還有就是說現在天災越來越擴大 那淹水的範圍是增加整個防災的規劃還有事後的救災 有沒有整體或另外的思維來思考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大概幾個部分跟李議員做報告 那我們的剛剛提到比較具體的部分 關於這個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我們依法編列就是總預算的1% 就是12億 那在這個末蘭地颱風之後我們統計 其實災害準備金在高雄市大概剩下2億多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各個局所報過來的這個 兩次颱風的這個災害損失的部分 絕對超過這個金額 所以我們之前就已經先跟行政院報告過 希望他們因為依法我們地方的災害準備金用完的時候 可以跟中央再申請中央的災害準備金 所以我們目前是在這個程序中 那一方面這個當然有一定的程序 府裡面要先去做勘查 到中央去之後 中央的這個工程會也會再做勘查一次 所以我想這個後面的這個經費 行政院的林全院院長也已經答應 我們這幾個受害比較嚴重的這個縣市 他們一定會全力來支援 我想這個部分不會有問題 那另外當然就是這個淹水的問題 這個的確是這幾年我們其實面臨到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第一個整個氣球暖化 我們海平面特別我們沿海的部分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我們幾個主要河川它的趕潮帶 就是受到潮汐影響的這個地帶都是非常非常長的 那一方面是這個海平面上升 二方面是極端氣候 坦白講這兩年的瞬間的強降雨 都是過去這數十年少見的 那只能當然就水利署所規劃的各地的防洪標準 其實它有一定的這個程度 但是我想我們其實近期也跟我們的水利局在討論 就是說幾個液淹水的地區 包含齊美 包含我們這個古山沿城 受到這個整個地形跟這個潮汐影響比較大的這個地區 我們是不是這幾個液淹水的地區 特別把這個防洪的標準給它提升 那以免坦白講我們講都講說我們都符合這個水利署的規定 但是真的坦白講在強降雨 面臨到強降雨特別又遇到大草的時候 特別容易淹水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這幾個特定的區域 其實能夠多提高它的防洪標準 那另外一個部分要報告的就是說 其實縣市河濱之後我們的志宏池老實說做得蠻多的 那特別其實在北高雄 這今年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岡山附近點寶溪的流域 其實那個點寶溪的志宏池發揮非常大的這個效用 那我們希望其實尤其你受到這個潮汐的影響 受到海邊面上升 你很多水其實不是根本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的情況之下 這些中下游其實志宏池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會 那志宏池又會面臨到很多 坦白講是用地取得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未來的 這個除了排水設施之外 我們其實能夠希望能夠透過多一點的志宏池 或者是說數量多一點小型的志宏池 去把這一些水先裝起來 不然你潮汐高抽排其實都排不出去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這幾個部分的這一個努力跟進度 跟李遠做一個報告 謝謝副市長 副市長你請坐 那其實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志水這個部分 不是兩天三天就可以完成的 但是希望我們市府團隊有這樣的責任 那剛剛講到現在暖化非常嚴重 所以颱風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請市府團隊去思考 如果其實志水能在這一屆 我們陳菊市長的任內 如果能解決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的高雄市民是一大福利 那我也知道說市長都非常的提拔年輕人 栽培新人 常給年輕人就是非常多的機會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新任的勞工局長 你是目前所有局處首長當中 很少數沒有主管經歷 然後就可能之前當過機要秘書 然後現在來擔任這個局長的部分 我想你可不可以簡單的自我介紹 你認為你是什麼樣的能力跟特質 受到這樣子的信任 然後得到這個職務 請勞工局長回答 請政局長回答 加油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在市政府服務有八年了 那待過了很多相關的局處 那我想在行政協調上面 我是有經驗的 另外我也很感謝市長 因為我自己是來自於勞工家庭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在基層勞工 所以市長這次給我這樣年輕人機會 我非常的感謝 我也會全力以赴 然後把在勞工局 曾經服務過三年的經驗 好好的發揮 然後保護我們高雄市的勞工權益 謝謝 謝謝 局長你先請坐 那因為那個什麼 去年我們大家看到 勞工局的那個財閥那個業者 有八百三十七家 罰款有三千多萬 那採處率有近三成 表示有七成的業者沒有被採處 那今年的勞動基準法的處罰情形 就從一百零五年一月至十月為止 有三千多件 違反勞動基準法的裁罰案件 有高達九百八十六家 所以到今年到十月七號的績效 就已經遠遠超過一整年 那我知道說勞工局這兩年 有加強稽查 對資方好像特別嚴厲 好像業者會故意欺壓勞工 忽視勞工的權益 那本席要強調就是說 當然大家都非常支持的勞工 那其實我知道 在勞工局的立場幫助勞工 那提升勞工的權益 那其實有一家廠商 來跟本席反應就是說 他的公司不是工廠 那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簡短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說他不是因為那個什麼 不是個人因素 所以他可能六日不用上班 可是他可能跟老闆有問題 他就直接偷偷去打卡 然後六日變成有上班 但是業者跟勞工局的協調 大家就一面的就是可能覺得說 勞工可能有過勞 然後假日又去上班 沒有補加班費 那其實本席強調 勞工的權益是要維護 可是也不能忽視 業者的權益跟保障 那當中小企業感覺 就是我們的那個勞工局 無法冷靜的來處理這些問題 會造成更多困擾 那因為現在景氣也很差 那市府團隊 而要支持來協調 而不是影響投資者的經營跟信心 這個部分之前我有跟局長提過 所以請局長回答 謝謝 請政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感謝議員 對於這部分的指教 我先說 不管是公司還是工廠還是發明單位 只要有勞固關係都會在我們的主管的範圍之內 當然我們也了解到現在的勞資關係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們都會開發絕對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會以宣導為最先開始 所以在今年度其實我們都加強了宣導 有辦到30場次的宣導活動 去失業 總共大概針對了3000多家的失業單位進行宣導 所以我想我們後續會再加強 如果其實我們在 我們也會給業者一個陳述意見的機會 所以從檢查到最後做成開發的程序 其實這之間都會讓業者有充分說明的機會 謝謝議員 謝謝李梅貞議員 恭喜李議員要當媽媽了 我們接著請第七位劉新正議員 請發言15分鐘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市長還有各位局所所長 謝謝大家辛苦了 那個市長 我們一直 剛剛當然因為剛剛淹水 所以很多的議題都會跟淹水有關係 剛剛徐副事長也提到了 當然 早上我也有說到 事實上 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們都做了很完整的準備了 當然我們可以怪說 因為雨下的太大 那今天呢 我們如果說我們還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然後呢我們就怪就說 因為雨下的太大 所以呢 所以才淹水 我想這個是說法應該不正確的 為了讓市長知道說 我們真的到底問題在哪裡 譬如說 當然當西水抽水戰呢 西州的抽水戰完成的時候 我想我們撿採的時候呢 我們都非常有信心 以後西州呢絕對不會淹水 但為什麼西州淹的那麼大呢 真的就是西州抽水戰沒有問題嗎 報告市長 問題非常多 在規劃設計上 那個真的是 市長也有看到那個 那個抽水抽到要出去的 那個出水口 在河床 靠近河床那麼低的地方 那當水大水來的時候 那個水壓 水壓下來 就讓那個水要出去的難度 當然就減少了水 抽水的水出去的這個量 還有呢 市長 西州抽水戰早上市長的 這個市政報告裡面 那個照片你可以看到 往南看下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呢 往南看下去的時候 往南邊的地方呢 有一個釜行溝 那個釜行溝呢 跟我們抽水戰的落差 大概有三十米 所以呢 事實上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 抽水戰太有信心 所以呢 對於從抽水戰到釜行溝 做舒服道 我們就沒有放在心上 事實上 如果說 我們從抽水戰到我們釜行溝 做一個舒虹道的話 加速了我們西州地區的排水量 我認為如果說 當初我們如果說 有做這個萬全的準備 釜行溝有做的話呢 報告市長 一定不會淹水 淹得那麼嚴重 還有 包括我們抽水戰 它呢 水還在淹的時候呢 我們那外面水已經退了 我們要過去 要開那個水閘門啊 要游泳過去啊 沒有地方去呢 要搭船 要搭那個船過去 才有辦法去開那個 開那個閘門啊 才有辦法把水放出去啊 所以問題很多 還有我們的廣福里 廣福里呢 市長可能我現在在這邊再講一次 廣福里 我們的活動室的抽水戰的委外廠商 在大風大雨的時候 晚上八點鐘 就逃走了 就逃走了 放著老百姓在那邊被淹水 所以像這些東西呢 當我們一直在講說 因為雨太大的時候 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 報告市長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先檢討我們自己 我們有沒有做好 這樣子 還有包括 美濃的淹水又在哪裡呢 報告市長 我上一次 我在質詢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也私下 也跟水利局也接洽過 希望說橫沟泰安橋 因為我被老百姓罵過很多次 為什麼一件事情找你議員 告訴你說 這個對我們會造成淹水 你議員連這個東西都沒有辦法解決呢 就是說 因為泰安橋市長去美濃的區域看一下 他上面靠面上游是用欄杆的 下面是牆的 而且是封閉性的 所以當那個橫沟的水溢出來以後 就逼著把這個水往店家住家裡面排過去 所以就造成了美濃這個淹水 淹的水沒有地方排 沒有地方排 好在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要跟水利局這個一點也要跟他肯定的 但上一次我講說 美濃溪很久沒有清了 我在這邊質詢過以後 水利局就馬上通知地區核專局 地區核專局的動作非常快 他就清了 所以市長看到說美濃橋附近的那個美濃溪呢 為什麼很乾淨 所以這個加速了 當這一次淹水的時候 的疏紅的一個效果 所以美濃淹水的時間為什麼會那麼短 跟這個百分之百有關係 所以市長我早上提到 我們的平常的書卷非常非常的重要 美濃溪還有從中潭一直到齐山區的交會口 那個地方完全沒有清 好完全沒有清 完全沒有清呢 這個後面水利局也有答應我 這個一定要清 為什麼呢 市長我們的美濃溪跟齐山區的交會口的核床 齐山區是比較高的 如果說水量齐山區比較高的時候 那個水會倒灌進來 所以呢 而且我們的齐山區跟美濃溪的交往是直角的 直角的時候呢 這個美濃溪的水出來的時候呢 力道沒有那麼好 所以應該要斜斜的 如果說往南稍微偏的話 就不會說讓齐山區的水比較容易灌進來 我們水要出去比較困難 像這個東西呢 在治水過程裡面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地方應該改進的 尤其恒沟 蔡局長也已經答應我 太安橋要重新蓋 太安橋會重新蓋不可 恒沟在上一次我講的時候 我說恒沟啊已經超過20年沒有清了 但是呢 我們去清了去蘇郡的時候 是把恒沟的預計的泥土在河床上鋪平而已 我問水利局的同仁 為什麼你只是鋪平不把泥土運走 他說考慮到赴岸的保護的問題 我實在沒有辦法想像說 河岸保護的問題 那累積了十幾年二十年的 那個泥土預計的泥土沒有運走 就是說在那邊把它運走 會影響到整個河岸的維護嗎 所以呢 讓老百姓質疑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這一點呢 我要在這邊做一個說明 另外一個就是 市長 補償會濃損的問題 這一季經過兩個颱風之後 我們的農民可以說沒有很多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呢 尤其我們又有一個規定說 補一不補二 好就是說上一次颱風有補償 現在不補償 但是呢 農民上一次沒有補償的 我們補償的時候是根據有損害的數量來做補償啊 但是上一次沒有補償的這一次農損受害了 他又沒得補償 好這個農家又沒有補償 還有一個他們的 比如說像木瓜 好 像那些木瓜呢 他們有網式的 有網式的呢 這些網子都沒有了 所以呢 這些農民都看都靠天吃飯了 這些不補償 所以呢 他們是又沒有收入又沒有補償 非常辛苦的 好市長 這一部分呢 請市長要爭取 向中央來爭取這個預算 好 因為沒有收入又還要 又還要造成損失 我想這一部分呢 是非常重要 還有呢 兩個事情 一個呢 就上一次市長 曾經在這個 在議事堂上呢 答應本席 美濃的風雨球場要幹 到現在為止 美濃的風雨球場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眉目 還沒有什麼眉目 為了說要蓋幾面的風雨球場 到現在為止 都沒到停留在原部 好 我認為 我們美濃的徐孫明 紀念盃的棒球賽 國際賽呢 現在呢 越來越多的國家 會到美濃來比賽棒球 這個呢 風雨球場 我希望能夠趕快來落實 不曉得市長 對這個風雨球場的意見怎麼樣 市長能不能請答覆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第一個我先討論這個風雨球場 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部分 會持續 我會努力跟中央爭取 必要的補助 那我也知道 教育局在這個部分 他們也很努力 那這個部分再爭取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會繼續跟教育部來討論 那剛剛整個劉議員特別提到 我對於我們西州的抽水站 那到底我們設計有沒有問題 那至少我想水利局 以他們的專業告訴我 他們認為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剛剛聽劉議員 這樣的一個說明 我會認為我們就請專業 因為水利局地區河川局 到底我們西州的抽水站 有沒有問題 還是這個部分 那個整個七山西 當時的水位都是高過 所以根本排不出去 市長我知道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的抽水站 設計上不符合整個西州地形的需要 有檢討那該改善 那這個部分我要求水利局來改善 那另外沒有關係 就是提到整個農產災害的部分 我同意留言的觀點 我會覺得中央 我想沒有人喜歡整個今天颱風 那農民面對這麼大的困境 中央在這個部分 能不能有個更寬鬆來協助農民 我們會繼續跟農委會討論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市長還有一個美農市場的問題 不曉得市長覺得怎麼樣 因為市長也有講過說 對美農目前的市場的現況 實在非常不滿意 因為很多人都在馬路上賣東西 但是現在據我所知 進發局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我連說要跟他們一起來配合找土地 他們都沒有這個構想跟計畫 市長能不能就這個問題 向美農的鄉親來表達一下 市長回答 因為現在美農的公有市場 它使用分區是商業區 那我也覺得對美農現階段的公有市場 那現階段有一點凌亂 那到底我們美農地區 需不需要一個市場 那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會覺得 我請會有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 再跟留言來討論 如果我們美農地區有適合的地點 美農的鄉親認為這是必須 那我覺得我們經濟發展局應該考慮 這個部分我們 好 謝謝市長 把那個片把它放一下好不好 市長 您看一下 這個呢是 那個時間停一下好不好 市長 這個呢是寶來的 寶來的呢 這個這個賞鷹步道 賞鷹步道 你看喔 這個呢 現在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樣子 市長 從 上兩次會議 我一直提到現在 這個是有 六萬人 五萬的四五萬人 會去走的賞鷹步道 市長 我們要發展寶來的觀光 我們是這樣對待 寶來的賞鷹步道 這個是農業局負責的道路 現在市長您看一下 這個呢是哪裡 這個是美農的茶鼎山 也是這一次的美濟颱風 也在邊坡也崩下來了 也崩下來了 但是呢 農業局到現在呢 也沒有辦法修 也沒有辦法修 我們的農路預算 市長 我所知道 明年又還是編五千四百萬 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只有五千四百萬 市長 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堅定的跟市長報告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齊美地區 光是這個五千四百萬 塞鷹風都不夠了 何況 何況整個大高雄 是不是請市長 就對於我們的農路只有編五千四百萬 市長您認為夠嗎 請市長回答 謝謝 當然如果跟劉議員說明 以現階段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天然災害氣候變遷 不斷的一個颱風一個禮拜來一次 還有豪大雨 如果以現階段這種狀況 那我們融入的預算是不足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這個部分 到底天然我們有災害準備金 我剛剛說過我們災害準備金 市政府是編了12億 就是我們預算的1% 這個部分12億 12億我們現在已經用到剩下2億 在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煤跡颱風以後 我們幾乎都不夠 我們已經會跟中央申請 農路的部分 如果這個部分不足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希望我們的農業局 在這個部分 如果需要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栽損金 我會同意 我想市長是農民的女兒 我想農路是一個市政府 一個政府 我們告訴市政府 有沒有重視農村的一個基本的指標 市長 我想您應該是同意我的說法 還有最後30秒鐘 我想很快的 我們 我們的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很快就公告 據我所知 地震局 有把圖策交給農業局 因為我擔心 當公告以後 如果說我們沒有前置作業的話 到時我們南農地區的養殖業 又沒有辦法變更了 那到時又會製造一個問題 請市長呢 是不是注意關心這個問題 好不好 對於這個問題 農業局 跟郴培政議員 目前登記還沒有發言的還有兩位 黃柏林議員跟邱俊憲議員 那我們中間不休息 就直接請兩位議員發言完 就可以上會 請黃柏林議員發言 15分鐘 谢谢主席 市长 副市长 各位局处长 我想本席把市长今年就任刚好十年 最近也发生很多天灾 很多人祸 我就把它简单做一些整理 大概有这个表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列进去 包括繁纳比风灾等等很多的问题 731气暴 包括人口的副城长 交通 史商 青年失业率全国最高 家庭可支配所得 我们是全国就六都倒数第二 然后包括盈利失业销售额 我们是负成长 以及税收衰退等等 那因为就15分 那我想我们来谈 市长我想我们都一直说 这几年来就一直推移居城市 那我想人口数就是一个成果 因为你一直我们推移居 那如果一个人口数都没有办法增加 那代表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跟市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增加 那从这个图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过去六都人口从2006跟2015的比较 我们高雄市总人口增加0.7% 同一时间增加最后是桃园市增加了10.2% 那么离我们最近的台南也有1% 那么包括新北市5.4% 台北市2.8% 我们高雄市最少的 就是说这10年来高雄的总人口多不到2万人 很少了 所以到底我们的移居城市的成果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来高雄 结果跑去了桃园 跑去了台中 跑去了这个其他的城市 我觉得各位执政团队应该都要去思考 问题是出在哪里 哪一个环节有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来 这第一个我们从人口数来看 那第二个我们来 对不起 第二个我们来看 高雄是交通最危险的城市 那么怎么说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我们用下面这个来看 因为每10万人 每10万人的车祸的造势率 我们在高雄是2650.92 是全国最高 那么新北市是1000多 然后台南市是1500多等等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移居城市 那市民如果来这里 他在交通上不安全 我想这也会影响到 他们搬到高雄的意愿 我想这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那第三个 清廉的失业率 我想这个议题本席这么多年来 我都不断在议事厅 也就叫市长很多的局处长提到 那么我们高雄的清廉失业率 到底有多严重 那我来看这个表格 那么2006跟2015的比较 以高雄市来讲 从11%增加到13.4 那么这13.4是全国最高 因为离我们最近的是台南13.1 那么台中市12.4 桃园10.1台北12.5 那么新北市10.2% 那么我们高雄这10年来增加了2.4% 我们是青年失业率最严重的城市 那么我想我们常常这几年来 我们到处就很多朋友都会聊天 你的儿子哪里毕业 你的女儿 结果你会发现很多人几乎都不在高雄 他的二代三代几乎不在高雄 因为高雄没有相对好的就业机会 那这里面 为什么我们的青年失业率会这么严重 两个 第一个 我们就业机会是不是比人家少 第二个 我们就业的那个包括薪资 包括工作的挑战性 我们是不是又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 而造成了那么多青年不愿意选择高雄 或者他在高雄找不到工作 有的时候我有灵力我就去报约了 我没有灵力我只要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我又没头脑 他就形成一个恶讯的循环 我想这个部分也希望师傅相关局处要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高雄的青年 那么失业率是全国 失业率最高 而且看起来我们的增长的幅度 还有整个指标又是全国最高 这个也是大家去思考 再来我们提到一个家庭可支配所得 为什么要提到家庭可支配所得 我们在每一个人 像我跟我太太都有工作 我太太在大学教书 我是专职的名义代表 那我又有收入 那我们相对比一般相对好一点 那因为高雄很多 包括爸爸妈妈可能中年失业 那儿子找不到工作 那当然他的收入就减少 可支配所得减少代表什么 那么这个城市在整个 包括盈利事业等等一定会减少 因为你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就没有就业机会 没有就业机会 大家来这里都有工作 而且工作很棒 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希望看到的高雄 是一个这样的高雄 就好像民国五六零年代 高雄一个加工出口区 很多人都搬来高雄 我的曾祖父一百年前 从桃园来到高雄 高雄一年没几个人 他带他九个儿子 我的阿公 他的兄弟都从九个来 那时候高雄是相对很落后 也没什么就会机会 只有一个女家可以跟坐两次 然后到屏东还可以加一个杂粮 就是因为有就业机会 那如果我们这个城市 不能去创造很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那么第一个失业率一定越来越高 第二个他的可支配所得就减少 就像这一个数字所呈现的 我们平均的可支配所得 你看哦市长 我们跟新北市 新北市是95.9万 那我们高雄是94.7 我们台南是83.8万 我们是第二的 那赢过台南 那台中97万 那桃园台北 那当然台北市130 一般市比较高 我们不可以比 那我的意思是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们要再去思考 我们到底还有什么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的问证才有意义 我们到底哪一个环节有问题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善 然后让我们这个城市更好 那接着 我们这个六都盈利销售额的一个统计表 那我们高雄是有增加的五千多亿 那么奇怪 那台北市是反而少 到底是什么因素 那我想它只是一个趋势 就是说到底我们高雄在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那当然我们知道市长也好不容易争取了 这个中油南迁到高雄 这是好事 但是我说不只是总公司迁到高雄 我们可能增加了一点税金 那最好是它的管理部能不能来高雄 把它的总公司相关子企业都搬来高雄 我跟市长报告起码要多了几千个就会机会 这些人都要来这些什么班 它所影响的包括来这边消费的等等 它就形成一个证的增强 再来我们的一个税收 那当然我也知道市长很努力 那这个因为这个会计的东西 这个它那个每一个指标都不一样 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让市长来参考一下 好 那么我刚刚提了这几个数字 包括失业率 包括我们可支配所得 包括我们的农人口的总数 那事实上我们跟其他比起来不算量力 不算量力 那么我也希望市长在这个部分 我想今年5月本席的市政总资讯 我也跟市长就交 当时520蔡英文总统就职 我也说我祝贺他就职总统 但是我希望给高雄三个红包 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示范的法律 我想前几年我们的金发局等等市长 只是当时的副市长 很厉害 我也陪着他去韩国考察 我知道他们也有去新加坡去香港 这个部分我们能不能赶快的 透过我们能做的 高雄有十几个立法委员 我们中央市长这边也有一个管道 我们怎么赶快把 不但是把高雄港 甚至把这个所谓的DC21 甚至把205兵工厂等等 我们能做的 尽可能的透过法治化 让这样的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能够一个比较新的形态 境内关外的概念 吸引更多优质的投资的管道来到高雄 然后创造优质的救援人口 直变才能改变 如果我们的工作还是都是传统式的 像以前民国五六年代 加工出口区大量 一堆人来几万年 低价的工作已经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进步 我们怎么透过一个工作新形态的改变 创造比较优质 比较高薪 比较有价值的工作 来让高雄真正的改变 我觉得自由经济示范区应该是一铁良方 而且不但要做 我也建议市长 最好把那个范围再扩大 DC205兵工厂等等能够放进去的 我们赶快来做 我觉得如果我们努力 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化时代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 我说高雄为什么过去会很多人 因为加工出口区设在高雄 所以民国五六零年代 大家知道一个加工出口 已经下班整个路都看不到路 为什么 全部都是人 因为那时候的产业需要这样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条件 我们需要重新再去思考 高雄怎么样可以创造我们的营业所得 创造新的救援机会 所以第一个 我真的在这里 希望市长善用你们的影响力 自由经济示范区赶快让它推 赶快让它过 我们让高雄有新形态的 几大包括医疗产业 包括各种境内关外 包括什么金属交换中 我觉得只要能赚钱 创造救援机会 就是对高雄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应该赶快做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本习长期关心高雄的财政 那当然这几年来 我们的举债净 我们在公业持平 净举债已经都低于100亿 但是73亿也是一个钱 我们也没有再有几年 可以做73亿 如果73亿是能够左右平衡都是100%的话 一年73亿以高雄市的公债总额 大概可以再借个五六年 也是个万 那大家要知道 这几年我们享受的红利是因为低利 低利 我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 高雄市现在要付利息的债务 包括公共债务加一年起以下那200多亿 再加上基金的大概超过3000亿 换个角度利率只要多1%高雄市政府要多30亿的利息 所以我们现在都大概在1一点多 那我们觉得还可承受 有一天如果利率飙到2%3% 所以我也拜托市长 那么过去在我上一次总咨询也提到 你觉得过去中央政府欠高雄的 我们要快点再来打 那当然我也看到了说在劳健保补助有一个100多亿 这都好事 我都支持 我觉得这好事 降低我们的负债 能够让我们高雄的这个负债水位不要继续提升 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我也在这里也呼吁市长说 我们来正视 正视什么 高雄的公共债务 这个问题是因为现这几年 就过去那几年 因为低利不会发生 万一有一天市长我们都会离开 我有一天 你也说你没有选举连任的压力 我是觉得这句话比较可惜 不是因为没有选举的压力 没有连任的压力你才要做这件事 而是这些事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讲的 不是说我没有选举压力 我还要来做那是两码事 我不知道是媒体误解你的话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很多东西是根本不应该去考虑选举的压力 你改做你就应该做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我建议高雄的公共债务的问题 我们更应该要积极来解决 因为高雄负担的比其他县市多 我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 高雄市现在债务等于新北市加台北市 也等于其他全国21个县市的总和 就是我们的债务 你说这样的城市 如果我们的收入比人家少 我们的就位机会比人家少 我们的公共债务比人家多 我不知道高雄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拜托市长 我们怎么在短期间内像我刚刚提到 你有投的百岁 我觉得很好我也给你按赞 那是好事 降低高雄的债务都是好事 那我们怎么跟积极来做 那第三件事就是 我今天特地标明的就是青年的部分 我觉得一个城市 我们说宜居 那宜居会有很多人很多种 一种是宜居老人 宜居那种带的来这消费来这大也不错 但是如果同样要吸引人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年轻的 吸引有创造力的 吸引他来高雄能够创业 能够来带动很多更多就会机会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来 对高雄长远未来发展 他应该会是更好 而不是你说人口数 当然现不当我们来看 那些人就是没状态 状态比白人少 这是不好的 但是我是说如果要吸引 也应该让青年创业 比如说我们最近文创推得很好 让青年来这边成为 这个青年创业之都 如果高雄能这样做 我们来都是少年有创造力 一个创业起码带动 七个新的就会机会 我们应该要花很多心力在这里 所以这三个问题 请市长答复 谢谢 请市长回答 谢谢黄议员的指教 还是刚才听黄议员 给你说说 我觉得高雄这个生日 实在好像没有未来性 其实黄议员所提的数字 当然都是片段的结局 你也没说都不是前面性 如果用这样给市民这样的感觉 包括说高雄的税收 比十年前少511亿 这是很可怕的数据 那我是认为用这样子不太公平 那我是认为说 当然要讨论到我们高雄 所有的联产 博厄特区联产 是4.5亿 那我们高软 高雄软体员区 过去的进驻 是小猫鸟三只 现在是百分之百的进驻 那台铝 台铝大鲁格 等等文创 我是说总体数字 就是人口数就减少 那人口数成长部分快 这个部分我觉得高雄市政府 你讲的是小个产业 我是讲整个高雄 没有那整体上来讲 但是我想高雄40年来 整体结构性的改变 我们正在启动 那并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 更努力 那当然黄议员很多的指教 那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都应该在这个部分 继续来加强 包括我们青年失业率 2016年我们下降了百分之0.5 可支配所得 2006年到2015年 我们增加了10万 根据黄议员的资料 我们是高雄六都之中成长最高 但是都没有标榜 这个部分我是认为说 如果这个资料的应用 如果能够更前面性 我想对高雄才是一个鼓励 那我们非常谢谢黄议员很多指教 我希望市府的团队 大家多次悉心检讨 我们要加倍努力 来对高雄承担负责 谢谢 谢谢黄议员的咨询 今天最后一位登记咨询的议员是 邱俊宪议员 议员请15分 谢谢议长 还有市府的同仁市长 三位副市长 刚刚我们听到其他的议员在咨询 我觉得在议会里面的咨询是要负责任 的确要批评 要指正的内容 怎么讲都可以 可是刚刚再听到一个资料 要说高雄市的经济发展萧条 去拿了一个所谓的盈利失业的登记的总额 就我们就看到高雄市是比十年前增加了5440亿 客观的数字是增加5000多亿 结果下的标题是高雄市的景气萧条 我觉得在议会里面的问证 我们不能先射箭再画吧 这样子其实对高雄市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好 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是看单纯的几个数字 就来评断说它是不是有一个未来性或是发展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应该 在现在这个进步的社会里面 再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 高雄过去十年 我们不要买去 有八年是其他的政党在中央的執政 520之后 市长率着市府的团队去跟台北争取一个 我们也喊了好几年 议会不断的讲 就劳健保的补助的标准 一致就好 国民党的中央政府 明明可以做到的啊 为什么他不做 过了八年 小英政府上台之后 才给我们这个公道 所以刚刚是讲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什么交通安全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城市 比高雄的重车更多 为什么因为高雄港就是高雄 那些货柜车 每天就要经过高雄市 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 有人在说路面不好 有人说车好多 这国家把这个山要靠在高雄 让我们高雄市民 护担这个风险的 像刚刚说的 看到那边说十年来的天灾人祸 除了台风以外 有多少是因为国家的产业布局 跟对高雄的不公平造成这个结果 石化气暴 要不是国家当时候便宜行事 生活的空间里面有这些石化管线经过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怎么可以算在现在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政府里面 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 这是我刚刚听到之后 我觉得必须在这边利用一点时间来做表达 就像今天早上的民进党团联合咨询一样 我们是支持要改革 我们也要建设 改革当然会有痛 大家当然会去反抗 陈菊市长的执政满意度这么高 再透过大选 再怎么大的 这么高的得票率 也是只有80% 顶多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就是不管市长做得再好 做得再完整 至少20%的人是不喜欢他的 甚至反对他的 那今天早上许副市长也说了 难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牵涉到别的 比如说果菜市场140户 里面只剩下5户10户 我们要因为这样子不去 去进行改革的动作吗 当然这些少数 这些弱势 真的弱势的朋友 我们真的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照顾他 可是我们改革的脚步是不能停下来的 这个 我觉得很可笑的 不可以国民党议员 好人他要做 派人他也要做 这样人用他做就好了 大家都不用做 我觉得这很可惜 那今天在这个市长的试政报告跟咨询 我想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 市长在试政报告里面有提到 双湖森林公园 就是陈青湖跟金丝湖的发展 我觉得上次的会期 市府也支持说 我们把附顶金公募花了七亿的预算 要去做签目 然后要把以前是县市的边陲的地方 变成市中心 然后把它变成公园 今天早上市长的简报在那里面 有一张非常漂亮 非常让大家振奋的一个愿景 以前这边看过去就是望阿宝 焚化炉 两个很多的烟囱在那里面 这样子的vision 在未来的几年是指日可待的 而我也相信是民进党执政 陈菊市长执政的市政府 才有这个魄力 愿意花这个预算去做这样的改变 这也是改则的一部分 要去签那些土葬的墓 也不是全部人都愿意 可是为了全体高雄市的发展 全体市民的福祉 我们还是必须要承担这样的压力 所以可是讲到澄清湖 有一件事情 要在这边利用一点时间来做一点机会教育 前阵子出了一个新闻 这一只项羽 我相信这只项羽 住在澄清湖的淡水馆里面很多年了 至少有二三十年 我相信也蛮多在座的首长 曾经还是年轻的时候 是小时候去看过他 看到新闻说 这只项羽两公尺 两公尺也许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两公尺是比我还高 那一只羽两公尺是比我还壮大 可是这只羽很遗憾的 就被水公司 放到了一百公顷的湖 澄清湖里面 我觉得这很不应该 它是个外来种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宣导 不要去乱放生 我们光一只家里面饲养的犬只 一只小狗 有人乱放生 我们农业局还要去乱说 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情 结果一只这么大只羽 两公尺 跟大家说 它最大可以生到七公尺 七公尺是两层楼三层楼高 而且它会把里面的雨吃光光 所以当时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要去住已经来不及了 那真的是 也谢谢观众局长跟农业局长 其实我们概念应该是一样 其实不鼓励这样的作为 那观众局局长昨天前天也是到陈青湖 到鸟松市地去 其实我们跟一些环保团体也都是 态度一致 概念也是一致的 其实对于这种外来种 不应该去做这样子野放的动作 所以在这边要利用这个时间 真的要把它再讲一次 因为后来看到媒体的反应 其实农业局同仁可能 陈述的不是那么清楚 媒体可能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会大众的误解 我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在这边利用这个时间再去讲一次 所以看到陈青湖这块地图 其实每一次的议会定期大会 我都会把这张图拿出来讲 我们看到陈青湖这周遭这么多的空间 其实我们市府这几年都花了非常多的预算 跟利器去做整理 附顶金七亿的预算 要去做土葬的迁移 以后会变成今天市长的 市政报道里面提的双湖公园 旁边就是金市湖 那陈青湖有什么 一个占定四十几公顷的文大用地 其实持续都在处理中 那这个也是从于晨愿因老县长的时候 就留下来的问题 这部分当然还是拜托地震局 拜托市府 要用更大的耐心 更多的沟通 去跟那边德山七五检租的那些地主 来做一些协调 跟取得一定的默契 不然这个地方要再去做处理器 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在目前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 财政这么的拮据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难度 那旁边这一块 这一块其实在这边 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要提醒的是 那一块是 陈青湖青年活动中心 到年底 我们财政局就不予续约了 然后那一块 那一块的面积 快十九公顷 是可以容纳两千个人大露营的地方 十九公顷的面积 现在陈青湖青年活动中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员工在维护它的环境 可是在年底之后 我们财政局就收回来我们自己管理了 之后的管理运用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出力 我这个部分真的要提醒局长 要提早的赶快去做讨论 之前我有跟市长反映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市长一开始的想法 其实非常的单纯 可是也非常好 就是把它开放出来 让高雄市民 全部的高雄市民可以去做露营 去体验在都会中里面 最原始的一个生态的环境 最好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可是财政局必须承担起 这个土地所有权的管理的责任 去做更好的讨论跟规划 这部分可能要拜托财政局 那包括成岐五棒球场 我们现在在整修 从之前的大萤幕到现在的草皮 也花了一亿多的预算 可是很遗憾的 真是听到一大要转卖的 高雄的棒球的发展 未来可能没有一个在地的职业棒球队 这个问题也是要拜托体育处 要去思考要去做更多的讨论 那旁边的劳工娱乐中心的澄清会馆 这部分这边也是要对市府 要做肯定的一个表达 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 原本提供给劳工朋友的住宿 可以提供一百多间房间的空间 其实劳工局很努力的 在之前其实已经OT出去 OT出去给一间公司来承包 大概我们可以收到一亿多的权利金 它未来将要改建成一个四星级的饭店 所以我相信包括原山饭店 包括澄清湖风景区 包括这一些我们一年 我们市府花了那么多预算投进去之后 其实这整个的场域 会有一些体质上的改变 可是在这边要跟城区市长拜托 要跟市府的团队拜托 澄清湖的发展 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它的都市计划分区里面是一个澄清湖特定区 它也是一个水值水源保护区 所以我们每年花那么多预算 其实我们很难去做一些具体的开发行为 可是我认为 这个地方要对地方有发展 要对高雄市有帮助 不一定是要进行开发 而是把它的自然环境保护得更好 让我们一些观光客愿意进来 然后观光客来之后 要怎么样让他们有消费的行为 把观光材留住 我们城清湖风景区一年 观光局长也清楚 一年我们两三百万的人次进到城清湖风景区里面 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从这个人次里面 转换到我们维护这个园区所需要的预算 这部分我相信文化局有很好的经验 过去博二本来是旧仓库 透过活化之后 其实那些观光 那些去参观的人潮 把人潮变成潜潮 变成可以去营收 让他可以去继续经营那些地方 所以 城清湖风景区真的是 之前也有跟观光局长有讨论 真的会很可惜 变成是 那我们每年一年要花三千万的预算来维护这个环境 当然提供高雄市民全体的高雄市民免费入园 有一个好的环境来运动 这是市府的得正 可是一年有三百万的观光人次却没有办法转换成可以维持这个地方的一个财源的来源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课题 可能要拜托观光局跟市府相关单位来去做一些研讨 那这张地图之后的每个部门的业务的报告跟咨询我还会提出来跟其他的不同的部门来做更深入的讨论 这张地图我只是要可以表达的是说 县市合并之后 澄清湖地区已经是高雄市的中心 它的环境 它的湖泊 它的自然的资源 的确我们高雄市政府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去做更好的整合 我相信议长也常经过那边 韬铛蒙得很漂亮 不过后边的蒙是真的很破坡烂 有很多铁皮的围里 然后一些摊山等等的 那澄清湖的湖泊的管理也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年要花一亿的预算去做清淤 结果清的量远比进来的量还少 这也是我们大高雄的水源的来源 品质跟供应没办法稳定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这部分其实都是要去做一些探讨跟讨论 那除了澄清湖的课题之后的各部门的咨询 会再跟各局处首长来做讨论之外 其实这阵子真的大家比较辛苦 说台风连续两三个墙台 造成我们高雄很大的伤害 可是这些伤害里面 其实我们要从里面得到一些教训 包括之前因为像八一气爆 因为气爆的发生 所以我们有管线办公室 我们有create一些应变机制 让我们高雄这座城市更安全 这几个月这些的台风 真的是造成我们非常大的损伤 可是在这边我真的是要请求消防局 或者是灾防办 或者是研考会等单位说 这几次台风的确 我们面临了几十年来 没有遇过这么大的风 这么大的雨 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地方 有很大的伤害 不管是学校还是农业 我们应该要从这些灾害里面 把它科学化的整理出来 到底哪边发生过哪些问题 电力的供应 水的供应 包括通信的中断 交通的连结中断 还有环境的复旧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问题 这些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事先预防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 去把它避免掉 像之前我真的很谢谢 金发局长 有一些地区比较偏向的 我们的自来水供应器 是简易自来水 我们发现为什么台风天来 雨不大 风很大 可是会停水 是因为自来水厂会停电 所以变成停电之后 我们就没有自来水可以用 没电 我还可以点热 没水 没煮泡 没吃饭 所以这部分 其实跟金发局的讨论之后 金发局在最近的台风里面 有做一些应变 包括比如说把发电机 做一些应变的措施 让简易自来水在停电的时候可以持续的供水 像这个就很好 从灾害的过程里面学到一些可以去预防再次发生的方式 可是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拜托 是许副市长或是史副市长 真的是做有系统的科学的讨论 为什么会停电 为什么停水 包括这几次台风 为什么倒了两万多棵的树 我相信其他政党的议员讲的尿布树 那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是不是因为树枝的检修不足 还是它的主根太浅 还是那个树种根本就不适合 比如说黑板树 这些问题其实应该要很科学 很具体 很负责的把它讨论出来 然后把它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灾害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这部分真的是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市府团队 为了这座城市好 我们背负了很多 过去几十年下来 这个国家带给我们的原罪 可是我们无畏惧的要继续往前走 我相信高雄市民或是议会会支持 只要对高雄市整体多数的市民是好的 我们一定会 要请 哪一位 许副市长 许立民副市长 我想 谢谢议长 谢谢邱议员 我想 其实不只是灾害 我想 这十几年来 这一个团队 高雄市政府 其实一直以 面对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从问题中去检讨进步 作为我们这一个团队 努力的目标 天灾人祸 有时候不可避免 那特别是 当然不管是台风或者说极端型的气候 或者是说这个地理下密密麻麻的这种非法的这个地下管线等等的 那我想其实我们每次都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去寻求这个答案 那当然 如果就这一个 邱议员最后所讲的这一个在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这一个水电系统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我想这个在每次我们的栽放中心会议里面水电名声的这一个抢救的优先性 它大概仅次于这一个第一时间我们必须要去及时抢救生命 那或者是说有人受困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 它一定是最优先的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 这个如果电力因为受到外力的损害 其实在整个我们栽放中心里面跟这个台电公司自来水公司 还有金发局这边都是优先作为列管 然后这个必须要排除的项目 那我也非常赞同 每一次过后之后 这一些易损害的这一些地区 应该是把这样的一个区域给划分出来 包含它是不是应该这一个优先作为这一个电感下地 或者是说在这一个领海的风墙的地方 是不是要优先改成这种双暴式 比较坚定的坚强的这一些这些电感 我想应该是在每一次的这一个台风之后 把这一些易受损害的区域跟原因其实归类出来 我想才能够这个一次一次的去对症下药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那以上这样跟邱议员报告 谢谢 市长要补充说明 市长请 谢谢邱议员 我想刚刚最近中央 大概从这一次两次的台风 风力高达16级17级 所以我们在讨论路数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高雄 为什么很多地方会缺电 或者有些地方自来水供应不足等等 这个都是跟风力造成很多的灾害是有关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也正在讨论 譬如比较沿海的地区 它是不是有若干的电线应该地下化 这个中央他们也一直在讨论 公共工程委员会等等 我们会持续跟他们来争取 我们有若干的地区 它的电线是应该地下化 这个部分未来能够减少灾害 所以灾害地图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 高雄市也是从一次又一次的灾害之中 得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重新再去面对 那我刚看到一眼提到整个双幅 说高雄市愿意花了将近七亿 把整个原来高雄市的边陲 现在变成高雄的中心 就是我们富顶金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一个进步的城市 如果它的市中心到处遍地遍野 都是昏幕 当然这样并不是一个城市进步提升 所以我觉得我们愿意承担 那我们也一再跟地方的父老沟通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祖先 住在比较进步 能够迁移地方在任何一个 比较好的那谷塔 那这样的话把原来的这些 整个护顶金全部都是种树 那我觉得如果说三百六十六公顷 它是一个很大的绿色廊道 未来我们的澄清湖 金丝湖 在整个过去 在整个三明区 这个地方整个高雄市的市中心 这个地方恢复到我想若干脸之后 这个地方绝对都是不一样 我看到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对高雄市民很重要的承诺 但是我想刚刚我在借着这个机会 就是说刚刚我们很重视 整个黄博明一眼他提了很多的数据 如果看到那个数据 高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 好像我们这十年的努力 这个城市不断在倒退 我想他的数据不够前面性 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他给我们的指教 让我们的市政府的团队 必须更加努力 所以我也有请秘书长 等一下跟黄一眼那边 是不是他的那些资料 电子档能够给我们 那我希望我们相关的基础 要很深刻来检讨 为什么高雄怎么会是一个交通 最危险的场域 高雄哪些地方不足 他有提到高雄十年的税收 减少525亿 这个我想他的依据 我们是我们作为我们的财政局 都不能接受 我们认为必须要说明 就是从高雄市的地方税 一百年县市合并到现在 五年从三百亿增加到三百六十亿 就增加了六十亿成长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在这个黄一眼的数据中 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来继续 请秘书长拿他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各个相关的基础 来作为检讨我们能够再成长再进步 我们非常感谢邱议员给我们的很多指教 谢谢 谢谢邱议员 今天下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明天上午九点半继续开会 上午三 会 上午三 会